我遲到了嗎 你又穿失敗的面阿 呵呵,對吧 蛤 蛤,牛牛 啊 釣魚到手 中...齁,他也可聽了 你如果買衣服,買套一件衣服 就一件外套衣服和褲子 釣魚,釣魚 就下個月會有一個 他們要來台灣見面會 那他是說,就是 你跟我分享,就是說 即使因為,不管怎麼樣阿 但是這個社會齁 就像他們日本團隊阿 到東南亞或是到其他國家去訪問人的時候 都會感覺很失望 因為他們日本人很注重的移動 蛤 就是說,有一本書 有一個遊戲 就是,你像現在的成功人士 在這個樣子 最起碼友善的 基本上大家一定會注重 就是,你如果 在那邊成功人士 很少人就是 穿一件新鮮還是短褲這樣 出去跟人家講話 對阿 阿,你 就算再怎麼友誼 還是怎麼樣 畢竟你在外面 你的打扮 就會第一眼 就讓人家決定 你的專業成功 老爸,你看這個方喔 對啊 阿像他 現在出去外面 你看企業 或是之前 他要去麻雄市 跟那些市場 老爸,你看這個方 都實行想要設計過 那你如果 只是隨便一件T恤去 要跟人家談 人家根本不明 老爸 你看 要碰到喔 他會把你的手 用... 不要靠近 所以 再怎麼樣 這 還是屬於一個 這個世間 世人 一般 普通人 對專業形象的認證標準 居然有人告訴你 才發現這個事情 沒有阿,像這個事情 其實在馬來西亞 在新加坡 在東南亞 都還是一樣阿 那邊 我們在家的事情 就是這個 但是這個事情 就是 對等我 對 是 我的 基層 的 相比 他 學校 學校 學校